现在民众进入市场 一律采石连制 要量而温 全程佩戴口罩 同时呢 为了降低群聚感染 就落实分流管控 林口区各个市场 就依照民众的身份证尾数 单双号来分流购买 而公所也将与分局同仁 随时进行稽查 因应疫情影响 降低群聚感染 区公所频频呼吁民众减少外出 但民众需要购买民生必需品 因此传统市场人件购买人潮 尤其端午佳节前 采买民众势必增多 为落实防疫措施管制采买人数 林口区各市场 依民众身份证尾数单双号 分流购买 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即将到来 公所在这边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 如果说要上市场采买的话 要注意自主分流的部分 也就是身份证末码 是双数的 在246这几日来做一个采买 那单数号的部分 在这个每周的135日 这几天来做一个采买 经线课长郑舒文表示 民众采买一定要 期待本人身份证件 身份证字号尾数为单数 则在星期135日 双数的民众请在星期二四六 采买并呼吁买了就走 不要聊天减少出来买的次数 公所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 就是减少外出 如果要外出一次 够足 买好就走 不要逗留 那公所以及这个我们的 警察单位 还有这个市场处 也都会在每天去市场 做一个这个巡回的一个 鸡查以及宣导 民众进入市场 一律彩石连制 良额温全程佩戴口罩 并有专人把守 检查身份证号 落实分流管控 公所业将与分局同仁 随时鸡查 共同为防疫 尽一份心力 记者胡宇轩领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